今年美國大選帶來一個懸念 那就是特朗普若果當選 會不會逼烏克蘭對普京做出重大讓步呢? 周末美國眾議院高票通過巨額緩污法案 大大減少了這種可能性 這個不單止對普京是個壞消息 對習近平都是個壞消息 布林肯將會在這個禮拜訪問北京 有報導說他此行的重要使命之一 就是告訴習近平 中國若果繼續大規模助力普京打持狗戰 將會面臨美國和西方的嚴厲制裁 習近平會不會復原呢?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 因為他不會 因此可以想見 美中關係的緊張將會繼續升級 在美國方面 面對美國選民對習近平的普遍惡感 勝負難料的拜登和特朗普都不敢對中國示弱 對拜登來說難度更大 因為他不單止口頭上對習近平要更強硬 還必須要有行動 因為他有實權 不像特朗普可以說了不算數 當然對拜登有利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 習近平的處境越來越困難 這個意味著拜登加大對習近平的壓力 習近平很難選擇如何反制 這個不單止是因為中共國內的麻煩多多 也都因為他很難預料自己的反制會對美國大選結果帶來何種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 我認為年底前 習近平對美國施壓的反應 口頭上會很強硬 行動上就暫時安兵不動 以等待美國大選結果 也都等待俄烏戰場未來幾個月的發展 這樣 面對越來越不利的大勢 但是習近平會作何打算呢 是走一步看一步 還是認真準備打仗呢 這個是整個世界都非常關心的問題 從初衷看 不難理解的是 習近平認為他其實不需要打仗 這個主要是基於這樣幾個假設 第一是美國和西方怕打仗 更怕和中國打仗 第二 他有足夠的資源和手段 穩住中國的內部秩序 即使民眾有好大不滿 都難以造反 更不用說 美國和西方都不願意燙中國的運水 第三 台灣內部怕戰爭的人很多 有好好的機會不戰而屈人之兵 最根本的道理是 洋人怕打仗 國人難造反 現在的問題是 國際和國內情勢都比習近平料想的更不利 如果出現最糟糕的局面 比如說 普京因為戰敗下台 中國經濟全面崩潰 習近平會不會選擇打仗呢 美國和整個西方的邏輯是 他們的軍事聯盟被戰越充分 習近平打仗的可能性就越小 這個邏輯留下的一個問題就是 中國內部局勢的變化 會對習近平打不打仗有什麼影響呢? 換言之 習近平會不會學普京 用發動戰爭來阻止或者推遲革命呢? 我的觀察是 這個顯然不是習近平的首選 因為習近平對軍隊是否忠誠都沒有把握 更何況火箭軍的大案充分說明 兵飛號戰 也就是說 習近平想打仗 共軍都未必就能打仗 因此 習近平求生的努力 正集中在建立一個高科技支持的獨裁秩序 由此帶來的挑戰就是 美國和西方要不要努力減少習近平成功的機會呢? 西方的這種努力會不會增加打仗的風險呢? 這個問題其實已經比習近平會不會打台灣更加現實 因為隨著中國經濟災難的深化 習近平發動大規模攻台的可能性正在迅速減少 當然 習近平攻打台灣的機率下降 並不代表未來中國的不確定性也都隨之下降 中國未來的革命將會如何展開 非常難以想像 因為今日中國和前工業化的中國已經無法比擬 存在著歷史上完全沒有的可能性 中國最大的危險和機會 都在這些沒有探究的可能性中 因此 歷史上改朝換代的經驗 借監意義有限 以上是梁京的評論 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 我是胡瑞南 謝謝大家 每一會兒 一會兒 我們請問你